因为疫情的影响停办近一年的西伯市集 随着疫情的降温 25、26号两天是在花莲的田埔生态池重新的登场 邀集了30多家在地的花莲手作以及特色美食摊位 而林区管理处也安排了丰富的零下经济 国产材制作的冲浪板等摊位 欢迎民众把握圣诞周末来一趟 被生态环绕的温暖市集 让民众在最天然舒适的森林环境 享受花莲最在地圣诞周末的欢乐气氛 因为疫情影响停办近一年的西伯市集 随着疫情降温25、26日两天 在绿意盎然的田埔生态池景观湿地重新登场 30多家花莲在地创意手作及特色美食 还有单日限定在地超人气店家 尽管飘着绵绵细雨 仍是引不少民众走入园区 享受被自然生态围绕的圣诞周末 我们就是邀请很多就是一些艺术创作者 然后来到市集这边跟大家互动 然后主要是我们这一次就是 在这个田埔生态池里面 也有布了几个艺术家的展览 就是跟市集结合在一起 就是很感谢花莲林区管理处就是提供我们这么棒的场地 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合办了这个这次的市集 然后那这里面的摊位也有五摊是他们临下经济一起辅导的摊商都有在这里一起参与这个活动 林物局华莲林区管理处也与主办单位甜品商店携手合作 安排展示丰富的林下经济 国产材推广摊位 包含养风重沽 手作质感原木家具 国产材木工DIY体验 还有原木冲浪板等 林管处处长和副处长也以行动现身支持市集 市集发起人陆路表示 欢迎民众周末两天走进田埔生态池 被温暖的自然生态包覆 将市集里的养分带回日常 滋润生活 温馨度过圣诞佳节 这次长帮彦宏林区报导